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 我们冷冻磁力瘦的一个手柄安装 我们收到手柄之后 看到这里有四个大的顶跟 我们对好这个孔 然后插进去这里 用一插 插到这个位置之后 然后把这里拉下来 锁上去 下面也要拉上来 这样就锁上去了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冷冻的一个手柄擦 这两个顶针 插到我们这两个孔 对准插进去 如果插不动 我们扭一下这里 然后这样子 抬一下插进去 扭上 现在的话 它是已经在嵌进去了 现在是已经插好的 然后另外一边 也是一样的 现在水进去 然后我们扭一下 它就自动上锁 现在就是已经插好的状态了 我们这里的话有三个水孔 然后我们上面的话 最上面这个的话是加水孔 第二个的话是溢水孔 第三个的话是排水孔 我们加水的时候 把漏斗的话插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条管子插在这个溢水口这里 然后把水加进去 如果说这个溢水口有水流出来溢出来的话 说明已经加满了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先开机 打开后面的蓝色开光 现在的话进入到仪器的主界面上 界面上的话 我们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的话是冷冻 第二个是磁力瘦 我们操作冷冻时 点击进去 进去这界面之后 它会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手柄一 第二个部分是手柄二 这里的话每个手柄的话 它都有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的话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手柄操作的一个时间 时间的话可以调 最低的话可以调一分钟 我们这里最高的话可以调到90分钟 如果说一般的话 我们按照默认的去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是我们负压的一个 就是吸放的时间 这个是吸 这个是放 我们正常就是一吸一放 然后这个是吸的时间的长短 这个是放的时间长短 然后第四个的话是我们冷冻制冷的一个温度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话最高最低的话是可以调到零下10度 最高的话是可以调到20度 然后我们操作时可以按照我们默认的所有东西可以按照默认的去操作就可以了 调好之后这些数值调好之后 参数调好之后我们如果说只需要操作一个手柄 那您这边的话就点点开始 那这一个手柄的话 它就亮了 如果说我们客户的话比较肥胖的 那肚子的话想需要放两个手柄的 我们可以再点点亮这一个手柄 那这两个手柄的话就同时亮 就同时两个手柄可以工作 如果说只是需要一个我们关掉一个就可以了 关掉一个 然后的话就只有一个手柄工作 它的灯就会灭掉了 灯亮的话是说明它已经在工作的状态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制冷之后 这里都是冰的 然后可以都可以结霜有水珠的 操作完冷冻之后我们可以返回来 返回来到我们的一个磁力兽的一个功能 磁力兽功能的话 点击进去 我们这里的话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的话是自动模式 一个的话是手动模式 那这一个的话是我们进去的一个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的话 我们就需要选一些选项 第一个是男士 第二个是女士 我们相对应的根据客户的一个性别去选 然后这下面的话是客户的一个年龄 选择客户的年龄阶段 比如说我们今天A客户来是男性 我们选男性 然后他的年龄阶段的话是在30到39 我们这样选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客户的一个 就是身高的一个情况 这里根据这个来选择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他需要操作的一些部位 那如果说我们操作的时候 觉得这些选项太麻烦了 我们可以直接选这个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的话 他就是默认的 然后我们都适用 大部分的人就是都适用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几个选项 那这一个的话选项的话就是我们能量的调节 可以相对应的看到我们调高之后 能量的话会上去 根据我们客户的承受能力去调 正常的话我们不建议一开始调到最高 我们先从我们最低的默认的25%去调 然后这两个这三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模式 我们这个磁力数的话 它输出是以三种模式在输出 模式一模式二模式三 那这里的数值的话就是调的 它的模式一的一个频率大小 频率大小频率高低 这里的话是调频率的高低 那我们这些的话也可以正常的话也不用调 直接按默认的去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面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操作时间 操作时间这里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调 最低的话可以调到一分钟 然后最高的话我们是可以调到90分钟的 那这些我们都调好之后 我们把手柄固定在客户的身上之后 我们点开始 那磁力就是我们的磁力数功能的话 现在就是已经在输出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输出比如说您选的是90分钟 90分钟完了之后 它会自动停止 停止之后 我们的话仪器整个就停止工作了 如果说我们中途想要暂停的话 点这个键 那中途的话现在就是已经暂停工作了 好我们做完之后我们返回来 返回来到主界面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示范一下操作 实际做 我们在界面上先选好 装操作的模式 然后把手柄固定好 然后把手柄固定好 现在就鼓励移动 调好之后我们在仪器上把能量还有时间 这些设置全部调好之后按开车 现在的话就是在输出 这个手柄的话它是有波段的一个输出状态 而且现在的话是可以听到手柄是有享受的 这个是在输出的一个状态的 如果说觉得能量低的话 那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以把里面相应的稍微调高一点点 现在可以接受是不是 如果说客户还能接受的话 我们再往上再调一点点 然后调好之后我们就固定好 然后自己的话设置好的时间 它操作了之后是自动停止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持续兽的一个简单操作 我们冷冻手柄的话 会有配一个高的一个硅胶膜 这个的话是低的 然后我们收到的话 这个是密封圈 然后这个的话是过滤的 首先我们这个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装进去这里面的 可以扣出来 如果说更换的话 可以扣出来 然后这里的话有海绵 这个海绵的话是可以更换的 然后这样的话放进去 再按压进去 这样就装好了 那我们这一个的话 就这样子直接扣上去 手柄两桩的话 它会有一个坎后 放下去这样就扣好了 放下去这样就扣好了 中放的时候我们这样子拉一下 然后扣起来了 两边都挂好之后 放下去这样扣一下 它就是已经扣好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现在的话 示范一下我们冷冻手柄的一个操作 首先我们点进去 然后把这些参数都调好之后 我们来固定手柄 固定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个冷冻膜 我们把这个冷冻膜扣到操作的部位 在我们这肚子上操作 这个扣上去会有点贴 我们可以直接扣一下 把它有点准备 扣上去之后 然后我们手柄固定上去 然后我们界面上可以调 同时我们手柄上也可以调 直接按开始 谢谢